要说招和奥里争议最大的存在 当时那位大人无敌的沿头 毕竟他的身上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左飞为什么会被人说是反派 客串吃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今天暗子就会小伙伴们带来啊 关于左飞你必须知道的12件事情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 左飞是反派的由来 大伙最熟识的万恶之源 当属极客奥特曼TV最终化 百头信人蹦出来的千古名言 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消灭奥特曼的计划 绝大部分小伙伴们都把他当成了 国内特有的翻译错误梗 可你知道吗 在奥特曼发售之初 左飞实际上真的是反派 在当时的初代奥特曼杂志印刷里 对于左飞的描述是这样的 宇宙人左飞 从宇宙而来操纵着宇宙恐龙结盾 由于杰特新人与左飞的印刷错误 导致当年闹出过不少笑话 而远古推出的新奥特曼电影里 导演也是狠狠致敬了这个梗 于是乎剧情里 左飞真的成为了操纵节奏 毁灭地球的邪恶宇宙人 甚至头顶的脚都和杂志插画里一样 是黑色的 第二 勋章数量不同意 自打左飞登场开始 幸运的小伙伴们就注意到了 左飞胸口的勋章数量不是固定的 在初代TV第一次登场时 左飞的勋章为18枚 除去肩部的三枚对称的队长标志外 胸口还有着6枚对称的勋章 到了艾斯TV登场 左飞的勋章数量变化为了22枚 分部位置为 肩部三枚对称 胸部八枚对称 随后整个招和时期 左飞的勋章数量一直飘忽不定 至于是因为皮套制作原因 还是左飞在初代TV结束后 又立功获得了勋章 我们不得而知 直到进入平成时期后 奥特曼的设定与皮套制作逐渐严谨 左飞的皮套与设定迎来了重做更新 他的流行勋章才固定为 对称的肩部三枚 胸口六枚 合计为18枚勋章 第三 左飞有过两个人间体 虽然左飞没有自己的TV 但在奥特曼的历史里 一共有两人 短暂的成为过他的人间体 一个是泰罗TV第3334话登场的大谷博士 他与Zett对队员遭遇坠机事件时 左飞出手救下了他们 并短暂附身在了大谷博士身上 参与消灭帝国线人的行动 第二位就是大家熟知的 破水真无破水队长 他本是科特队宇宙探险队分队队长 在1966年执行任务时 与左飞相遇 回到地球后 于2006年 以盖茨防卫队队长的身份 继续保卫地球 并在TV最终化 与左飞合体 和孟比尔斯一起消灭了皇帝 第四个 首个M87不是自己放的 说起左飞的招牌光线 大伙都能说出M87光线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整个奥特曼系列作品里 第一次释放M87的 并非是左飞本人 而是艾斯杀手 在艾斯TV的第13话14话 左飞与奥特兄弟 被艾斯杀手绑在十字架上 夺取力量后 艾斯杀手同步复制了他们的技能 随后机械艾斯上前进行实验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艾斯杀手释放的M87 并非是常见的单手释放的A型 和比划L的B型 而是光球状的破坏光束 虽然有外表的差异 但与正常的M87没有任何差异 第五个 沿头队长并不是意外 吃的小伙伴们并没有看错 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冷门的一个知识 左飞在太罗TV里头顶着火 并非是因为拍摄事故 而是导演故意而为 2005年 小林正夫在访谈里透露 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 剧组想要通过左飞身体着火 体现他与巴顿战斗的艰苦 贵斯在拍摄时 他们将纱布掺杂的汽油 粘在左飞头部 再由巴顿的火焰引燃 虽然整个镜头只有几秒 但为了防止意外 拍摄时周围甚至站着 拿着灭火器的工作人员 因此左飞头顶着火 是远古为了凸显 左飞战斗的艰难 故意设置的情节 第六 左飞的实力很强 长久以来 由于左飞客串 轻则挨打持鳖 重则当场暴毙 不少人对他的实力 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认为左飞只是因为年长 资历比较老 才有了今天的职位 本身就是一个纯纯的菜鸡 事实上 左飞真正的实力 远不是大家所见的那般 除去奥特兄弟里 最强的单体必杀M87外 他还有足以避美 奥特之父的新之声 在官方漫画里 全胜状态下的左飞 能够轻松做到 抬手制造太阳 挥手秒杀军团 试炼让所有的奥特兄弟 恢复能量 被其他的反派 称为最强战士 是光之国不折不扣的 顶级战斗力 第七 M87的真实设定 首先 M87光线的名称由来 并非是M78星云 而是因为这招的威力 能够达到87万的奇迹温度 很多时候 M87的表现 也就那么回事 毕竟在孟比尤斯剧场版里 其他奥特兄弟 都是一个小技能 斩断好几根触手 而左飞用M87 自了半天才自断一根 表现实在是太差 实际上 左飞在大多时候 释放的都是 威力严重缩水的M87 早期他因控制不当 不胜战斗士 用M87毁灭了整颗星球 因此他为了不伤技无辜 基本不会全力释放M87 在奥特六兄弟的舞台剧里 左飞全力释放M87的情况下 需要奥特六兄弟支撑后座力 其威力一招秒杀的 巅峰时的邪神格里姆德 表现力完全不输隔壁林家 第八 左飞的地位到底有多高 很多人对左飞的印象 停留在奥特兄弟里的老大哥 关于他真正的身份和地位 却是一头雾水 左飞继承于奥特之父 他在光之国的正式职务 是现任宇宙警备队队长 按照光之国的职位排名 强于泰罗的宇宙警备队首席教官 奥特之母的银十四军队长 等一些职务 赐予奥特之父的宇宙大队长 是真正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第九 左飞在迪加TV的隐藏身份 估计很多小伙伴们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迪加TV里实际上 隐藏了一位真正的猛人 招合老大哥左飞 他就是我们的副队长 宗芳陈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知识 不知道大伙看奈欧斯的时候 是否觉得TV里登场的左飞 声音非常熟悉 他这是由副队长 宗芳陈一的实验者 大龙明利亲自配音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 甚至这里 左飞的皮套演员 也都是由大龙明利本人 亲自上阵扮演的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 宗芳陈一就是左飞本人 现在小伙伴们知道 为什么初代会帮助迪加了吧 笑话 老大哥的面子能不给吗 第十 初代大击局击杀劫队的是左飞 大伙熟知的 初代奥特曼最终化剧情 是初代被杰盾击败后 磕豆队凭借一发 窜天猴秒杀了杰盾 随后赶来地球的左飞 现场从复活币救活了初代 实际上在废弃的原案里 是初代被杰盾击败后 从M78星云赶来的左飞消灭了杰盾 将初代激活后 与他一起离开了地球 但在拍摄途中 原国改变了想法 他们想要告诉众人 地球是需要人类自己守护 而不是依靠奥特曼的力量 因此该方案被遗弃 而在2004年发售的 奥特格斗进化3 初代奥特曼的剧情模式里 对该废案进行了致敬 第12 左飞吃鞭的真相 虽说作为招好老大哥 但左飞的待遇却是一言难尽 除去初代TV客串装逼外 其余时刻不是在吃鞭 就是在吃鞭的路上 不断给观众一种 无敌的左飞又来送了的感觉 事实上 左飞客串吃鞭的客观因素 是左飞每次前来驻战的时候 刚好遇上实力非常强的怪兽 什么西伯利特新人 艾斯杀手 泰兰特 巴顿都有着轻松一滴多的胜利记录 换着其他奥特曼过来 也不一定好使 而主观因素是 左飞作为一个客串的奥特曼 担任的是一个辅助角色 并非是主角 他不能抢主角奥的风头 因此在表现上 他自然就会做出让步 纵然左飞很强 他也要因为剧情演员被迫吃鞭 第12 左飞与安德鲁美洛斯 在奥特一刻格斗里 不知道小伙伴们看到 左飞和安德鲁美洛斯打招呼 是一脸懵逼 实在弄不清楚他们的关系 但奥特超传说 安德鲁超战士系列 重生的咒打向光之国复仇 左飞被艾斯杀手扔进黑洞 安德鲁美洛斯及时出现 救下左飞 二者因此结实 或许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 安德鲁美洛斯曾多次将铠甲借给左飞 两人并肩战斗 甚至在舞台剧里 左飞与重生的皇帝战斗 也兼用了他的铠甲 因此左飞与安德鲁美洛斯 属于并肩作战的战友关系 以上就是关于左飞的12件事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知道 哪些左飞不为人知的冷知识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